這次新戲 在分享一下有什麼 比較精彩可以讓人家期待的 其實有很多 因為這次呢 是希望說 不是傳統的好像 雙生雙蛋這樣 基本上都有很多條線同時進行的 然後呢 所以其實在台上每一位都是主角 對 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線 然後我覺得這次呢 其實 譬如前導篇都沒有 我自己也沒有去演 也沒有請怡榮啊 他們去演 希望說給大家一個 完全 重新開始就是看新人 去表演 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呢 有我們這些比較資深的演員來 support他們這樣子 資深 資深不代表年紀 我也資深啊我也很年輕啊 對 代表你們也很年輕嘛 那導演要不要說一下這次同時有四個角色 包括編劇演員 製作人導演會不會你覺得 gov過來或是有什麼樣的心理 其實真的有一點累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 累但很開心了 這個劇本從半年多前就開始 就開始寫了 然後呢 很像現在 很像現在我昨天才 當天來回高雄 然後去看景 然後等一下我晚上的飛機 就要飛去北京工作 然後再立刻回來 然後就要開機了 開始拍了 對我覺得 跟這些年輕演員在一起 我覺得我找到了 找回一些表演的熱情 因為我覺得他們好認真 然後他們不是想成為一個藝人 他們想成為一個演員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差別的 一個藝人呢 可能會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 來讓自己得到認可 但他們是希望可以透過演技 所以我覺得很棒他們 那導演有想問 你這次這部影片 跟主流戲劇表演 會不會擔心之後的說是怎樣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你戲好看的話 大家就會看了 我覺得 為什麼不創新呢 為什麼要那麼保守呢 對 那其實一開始我也覺得說 我扮演這四個角色 可能會忙不過來 但我覺得說 不是怎麼知道呢 對啊 那我覺得現在的觀眾都很聰明 他們會 喜歡看一些新的東西 對 然後可以 給我們空間去做一些突破 那導演聽說 這次你有為了這部戲 推掉蠻多邀約 有算過大概推了多少個活動 或是戲劇嗎 喔 經紀人在下面 這樣 我已經 對 我已經 對 推掉了還蠻多的 對 因為 不是只是拍攝的期間 因為我前置也 用了大概 一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是 會耗掉半年 對 那其實半年 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對 那宜容要幫你講一下 這一次 大英街這部戲的原因 最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 第一個就是 情意相挺 情意相挺 然後第二個就是 劇本真的很好看 我那時候就是 一開始 她有問我好不好看的時候 我只是純粹以一個就是 就好像就是 把她看看劇本的角 那個就是 一個旁觀者的立場來看 看完之後 我覺得天啊 這劇本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真的是 它不 真的不只是一個年輕人的戲而已 它涵蓋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然後 又 就是 會精彩到啊 我就是看完一集之後 我跟她說 那下一集在哪 下一集在哪 就一直問她 每天就口客問她說 下一集在哪裡 後來導致她後來跟我說 那就是要不要 中間來客串的角色什麼的 我就覺得 欸好 很有趣 因為 這麼棒的一個劇本 就算不是主演 我也會很想要參與在其中 嗯 所以謝謝導演給我這個機會 沒有 有妳這麼年輕量力的演員 我真的很開心 這在裡面是要挑戰 飾演高中生嗎 不是 完全沒有違和感 完全沒有違和感 超大挑戰啦 高中生是應該也可以 我大概就是 嬰兒跟動物無法 但是 嬰兒跟動物 嬰兒跟動物 比較無法 但是其他我會願意去試試看 但是導演找我演的是 另外一個角色 不是高中生 他說高中生已經額滿了 嗯 那前台要不要也講一下 就是這一次 接這部戲 最主要原因 也是因為這個劇本嗎 還是 情義相提 我覺得因為 情義相提一定是有 然後近期其實 學生的戲非常受歡迎 尤其是我看的劇本的時候 跟其他 呃 大家看到的那種學生劇 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它非常現實跟自然 那 我覺得可以帶動我一點 青春的氣息 哈哈哈哈 然後再來是我演 那個Peter哥找我演的那個角色 非常特別 是高中校長 所以其實我也想要突破自己看 嗯 怎麼樣 演一個很高傲 然後是一個很年輕的校長 機車 但是後來會翻轉 對 不能劇透 對 你已經劇透了 對 翻轉 所以翻轉的部分可能剪掉 對 哎呀 沒有沒有 他們的不敢刪 我希望他們可以多演一點 對 雷龍這次演媽媽的角色 算不算是這種見習 就是見習對媽媽的感覺 呃 不是 他是演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角色 對 是個特別的角色 嗯 哈哈哈哈 他在一直在爆雷之類的 對對對 特別的角色 但是在選角上 為什麼會突然想到找這幾位 就是請 呃 請這麼好的老朋友 一起 嗯 好朋友 那 嗯 就是女孩子都會很喜歡的一種 感覺一種樣子 對 你看我男孩子我都快喜歡上她了 對 那我覺得 那個 千娜呢 我覺得 呃 很多時候呢 我們去找演員來演一些角色呢 我覺得不能太過理所當然 人家會覺得說 欸 那麼年輕 可以當校長嗎 那我覺得呢 她可以的 因為她的演技會說服大家 會讓她知道說 她是很合理的一個校長 那有沒有覺得在演藝圈 有這種情侶很難 嗯 跟怡榮之間 我不知道是難的 還是我之前 上一輩子犯了什麼錯 哈哈 對啊 我覺得 嗯 是很難的 因為 呃 大家都忙嘛 那常常都 可能聚的時間比較少 但我覺得這種 革命情感呢 都會 有什麼都一定會 呃 哪一插到 然後會一定會 停到底這樣 那你讓她幫你講一下 嗯 就真的是 因為 呃 其實這一段時間 比較 事情比較多 然後就是 但是因為 就是皮革開口了 然後 真的 一是真的劇本很好看 二是因為我覺得 她 她在 身兼四職之下 我覺得 很想要到現場去看看熱鬧 她怎麼辦到的 所以每次看班都會有你 是不是 很熱鬧 感覺好像 在等著看笑 看笑話一樣 嗯 一定會很累啊 加油 好 導演剛剛有說到 就是承認今天的穿著 你不是很 很 很 很接受 那你這樣是不是太承軒 因為你的身材也是大家 公認的壯壯 沒有沒有沒有 聽起來OK 有Jason在我不敢 工人壯壯 他身材超級好的 我想說今天 可以 用他的肉體來剖一些板面 對啊 他身材真的很好 但是現在在訪問的當下 我一直被他兄弟 往前吐 哈哈哈 你不要推我了嗎 你確定是兄弟嗎 好不好說 哈哈哈 導演 導演那你們私底下有 就是 PK一下肌肉大小嗎 現在P啊 現在P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以為是P圖喔 對啊 沒有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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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會有一點太gay 如果去 去比 比什麼東西的話 對 那最近有封號是國民老公 對於這個封號 還可以接受嗎 這應該是好事吧 對吧 對 還OK啊 我覺得 嗯 OK吧 對啊 沒什麼不好 那有聽過就是 剛剛有說到情依的部分 那你有聽過就是塑膠花情依嗎 蛤 塑膠花情依的部分 沒有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就是演藝圈的情依有些是假假的這樣 嗯 塑膠花情依 所以今天他們才會跟我一起 並肩作戰 嗯 楊潤這一次 因為他之前有看他的那個戲 然後他就對於國民老公非常的崇拜 崇拜 我要對著他念台詞 嗯 然後後來我想說更了解他 那我去看他的戲劇作品 然後看了《那年花開》 看完之後 隔一天我們去讀劇本 我一看到他落掉 變愚昧 對 我覺得好暖喔 超暖 那你們還會想逼他說出他什麼時候才會離開這部劇嗎 就是要這樣子 沒有 副導不准我看了 我以為要離開老婆 副導完全不准我看 他說不要再看了 你這個角色要壓過他 對 那這次 楊潤東飾演那個《花開》裡面的舞評 就是有受到滿大好評 但也有網友說你的那個郭雨寇 有受到一些議論你怎麼看 我覺得有議論是好啊 大家多討論一點吧 對啊 你可要不要講一下 你在演出有公開那個情詩的部分 嗯 就是有公開面對老自己的那個情詩 嗯 那部分要不要說一下 有議論是好事情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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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